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究竟是谁 他们为何要对一名女司机下毒手 你们 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 你们不会把我杀了保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女司机之死 七岁的红红刚上一年级 平时乖巧可爱 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 红红和妈妈相依为命 妈妈进小林每天送完红红上学后 会开着自己的车拉乘客赚些生活费 带孩子就是带个小孩上上学 这个一般人他不跑长度的 一般人就是买个车 肥子肥子生活 就是码头上去接人送送人 2013年1月5日 正是长州市最冷的季节 放完学的红红没有等到妈妈来接他 于是自己回到家里 然而 他就再也没有等到妈妈回家了 两天后 也就是2013年1月7日上午8点 长州市公安局新北区分局110指挥中心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一个村民撑起在江边发现了一句女尸 经过对死者进行的法医鉴定 这名女子应该是窒息身旁 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踏杀案件 那么死者究竟是谁呢 在其中一起与黑车司机失踪的报警系统中 发现这个人的照片与报警的那个照片是相似的 死者正是红红失踪了两天的妈妈靳小林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红红的妈妈呢 警方随即围绕靳小林失踪那天的案件线索 展开了调查 从于堂到正江这个过程中 是女黑车司机开车 当时车上应该可以看到有两名男子 等到那车子开回来的时候 那么女黑车司机不在驾驶时的位置上 警方通过进一步走访调查 将那天出现在靳小林车上的两名男子 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这两名男子都是无业人员 一个叫朱广亮 另一个叫郝玉飞 我们的民警上去抓捕他的时候 他进行了激烈反抗 跟我们民警进行对峙 所以最终被我们民警制服抓获 2013年1月8日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三十多岁的靳小林 独自带着一个女儿 艰难生活 为了生存 她选择了开黑出租车 赚钱养活自己和女儿 不料却惨遭杀害 被抛尸荒野 可怜六岁的女儿孤独的等待了一夜 却再也没有等到妈妈回家 三天后两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凶残了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他们为何要杀害靳小林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2013年8月29日 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朱广亮 郝玉飞涉嫌故意杀人案 这个原告人啊 控制一下情绪啊 现在是法庭开庭啊 现在开庭 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由江苏省长州市人民检察院 向本院进去公诉的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 抢劫抖 这次出庭支持公诉的 是长州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季秦 而附带民是诉讼原告人 是被害人靳小林的母亲和女儿洪洪 洪洪的父亲作为代理人 坐在了原告人席上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首先公诉人宣读取诉书 江苏省长州市人民检察院取诉书 长检诉刑诉201321号 公诉人指控 2013年1月5日 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准备了作案工具后 又打电话给被害人靳小林 谎称到镇江大港去接人 上车后 又将靳小林骗至镇江市大港新区某工地旁 二人在将靳小林拖置后排座位并实施控制后 采用胶带捆手封嘴 麻绳勒警等手段将近勒死 然后 郝玉飞朱广亮 将尸体抛至新北区春江镇魏村段 长江边如围潭内 公诉机关除了指控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 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务后 而故意杀人 应当以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外 还指控两名被告人 分别在2012年12月16日凌晨1点 抢夺了一名女子的背包 2013年1月3日凌晨1点 再次抢夺一名女子的背包 又在当天下午6点左右 在抢夺一名男子的过程中 将该男子打伤 构成了抢夺罪 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犯有恕罪 根据中华人民购后国刑法第69条的规定 应对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实行恕罪并罚 根据中华人民购后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之规定 提及公诉 请依法判处 此至江苏省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起诉诉宣读完毕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代理人宣读民事诉讼 请求两个 第一 依法追究被告人 抢劫罪 出于上任队的刑事责任 并从中复罚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及被害人靖晓琳的母亲和女儿的代理人 除了要求依法追究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还请求判令两被告人 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抚养费 交通费 鉴定费 精神损失费 财产损失 共计人民币87万4689元 两被告人刚才公诉讼宣读的取诉书 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宣读的书状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现在 当被告人好意被退停 卢伟大理惊羡女师 两名男子竟然杀害女司机 那你们为什么要将这个靖晓琳勒死啊 勒死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为何他们会如此残忍无情 靖晓琳跟你说 她有一个孩子 求求你们不要杀了她 是不是 究竟谁是案件的主谋 你的意思就是 完全是郝玉飞支持你的 对 为什么这个 朱广亮提出来抢劫黑车 你就同意了 没有同意 我是最坏的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女司机之死 被告人朱广亮 曾用名杨莫菲 三十六岁 江苏省宿迁市人 汉族 吴业 曾因犯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 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被宿迁市 树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六年 剥夺正在权利四年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刑满释放 因涉嫌故意杀人 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被刑事拘留 同年二月五日被逮捕 三十六岁的朱广亮 一九九八年 曾经因为抢劫和寻衅滋事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二零零八年才刑满释放 然而不到五年 他再次接受法庭审判 公诉人可以希望被告人 你个人有什么不良嗜好吗 非常就是喜欢奶奶牌 奶奶牌什么意思 就下班时间打麻将 打麻将是不是赌博 是的 你和这个本案的被告人郝玉飞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宁建堂市场路上面啊 就是助生意 助生意呢 他他也在助生意认识的 是助生意的时候认识的吗 对 那你赌博的时候他参与过 被害人金晓玲其实是以开黑出租车谋生的 作为一个弱女子 为何会遭到被告人朱广亮和郝玉飞杀害呢 是怎么商量的你们俩 因为 是怎么商量 要从这个刚开始这个原因出来 因为我鱼塘那边我没去过 他在鱼塘 已经现实想我提过多少次 交到鱼塘去 你就是 等一下 你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 郝玉飞多次向你提出要抢劫 对 抢劫谁 抢劫这个黑车 没有讲说是哪一个 就是已经提出抢劫黑车的这个 对 我没有同意 你没有同意 对 那这次为什么要同意呢 但是 也就是说我那天 我家里面就是 报告我女朋友挣的钱 对付我来台 输了 输了 然后 我女朋友跟我两个生气 我说 我事情已经到这个样了 我别气了 然后 他跟我两个 我女朋友就跟我两个气 被告人朱广亮称 是郝玉飞提出 要抢劫黑出租车的 开始他并没有同意 后来因为赌博输了钱 才决定铤而走险的 那你们当时分工 谁把他约出来 谁实施 抢劫 这个具体的分工有没有明确 具体分工 他 我说我不知道 你叫怎么住就怎么住 为什么 最后还是答应了他这个 这个要求呢 之后他用鸡 用鸡酱话得我一种心脑 就是说 哥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 不像以前 我认可这个时候 希望你端正态度啊 朱广亮 我已经端正态度 他适合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他都带到环境成换 那你们是谁和静晓玲联系的 郝玉飞 郝玉飞联系的 对 用到谁的手机 用我的手机 冬日的常州 天黑的早 不到17点 天已经擦黑 正准备回家接孩子的静晓玲 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和郝玉飞怎么和静晓玲见面的 见面就是那个 被告人朱广亮说 为了让被害人静晓玲放松警惕 他们在车上聊起了天 车上有没有讲什么话 有聊天 聊的什么东西 聊了什么 当时这路方面聊天 就是说 静女士就是提起来 她的家庭方面的事情 就是说家庭有不幸 她说怀孕 跟她老公 就是说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 所以说孩子已经到四十岁了 说不能带上 就讲了这个 静晓玲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 对 自己一个人带小孩 对 老公不在身边 是不是 老公有跟她离婚的 她生活很辛苦 对 是不是讲了这些 是的 有没有聊到郝玉飞和你的家庭情况呢 聊到 被告人朱广亮说 尽管被害人静晓玲谈到了自己的不幸生活 然而两名被告人并没有因此停止犯罪 在被告人的指引下 静晓玲开着车 静晓玲开着车兜了一大圈 静晓玲开着车兜了一大圈 而后停在了一处工地的附近 朱广亮称 这个时候被告人郝玲飞 暗示她向被害人下手 静晓玲最后就是说这样话 就说 你们 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孩子 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 说你们不会把我杀了吗 我说不会的 你放心好了 不会 不会把你杀了 然后你 你最好配合点 然后那个 好一会就把脚带绳子扔过 我哥 把他折 折 手 折 那静晓玲是什么时候被你拉到后座去的 就是 好一会从那个工地上面 回来就上车 然后打油到车上面 打油一就是两分钟时间 就是你开始 勒住他的脖子 拉住他的手 就把他拉到后座去了 是不是 到车上面打油一两分钟 静晓玲跟你说 他有一个孩子 求求你们不要杀了他 是不是 对 危险来临 这个时候的被害人静晓玲 生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因为不满七岁的女儿 还等着他回家 被告人朱广亮称 当时的静晓玲 哀求他们不要杀他 然而两名被告人 会生起怜悯之心 放过他吗 你怎么勒的 怎么封他的嘴的 他找我把脚带跟他折婚下 我就把他折婚起来 然后他让你用绳子 勒他的脖子了吗 当时找我 把他绳子累了 我没累 那你为什么后来又累了呢 后来他连续上下车 拢了几遍 把他坐来 然后我就讲 我也没办法 我就拿个绳子 套在他股子上面 打个扣 我没累了 然后他又上来 说把他坐来 又讲连续 他就住在上面 就没下去 就叫我去跟他坐 坐来 然后我就审了 我也没办法 就这样 我就偷牢 当时就偷牢 一片空白 不知道他说什么就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 完全是好于非 只是你的 对 不幸的靖小林 被被告人 朱广亮残忍的杀害了 而后被抛尸江边 那到最后是谁踢出来 将尸体 抛在长江边上呢 好于非 好于非 其实就是这样 叫他扔江里面去 从开始就是 就是把人扔江里面去 好于非让的 按照被告人 朱广亮的说法 当初他们只是想 抢劫黑出租车 那么为何最后 竟然毫不怜悯的 将靖小林杀害呢 那你们为什么要 将这个靖小林勒死啊 勒死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朱广亮说 当被害人靖小林 被他们劫持时 曾说过 家里还有一个女儿 哀求他们 不要杀害自己 然而 却没有换来 两名被告人的怜悯 被他们残忍杀害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朱广亮称 是他杀害了 被害人靖小林 但是 他是受了 被告人好于非的怂恿 才这么做的 而且是好于非 选择了将靖小林 作为作案的对象 是好于非 购买的作案工具 也是好于非 让他杀害 被害人靖小林的 那么被告人 朱广亮说的 究竟是不是事实 接下来被带到法庭上的 被告人好于非 又会怎么说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法庭调查 在被告人朱广亮 推定后审 带被告人好于非道歉 被告人好于非 26岁 安徽省富阳市人 汉族 小学文化 无业 因涉嫌故意杀人 于2013年1月8日 被刑事拘留 同年2月5日 被逮捕 被告人好于非案发时 只有26岁 被捕前和妻子在长州 卖水果为生 当时他的妻子怀孕 已经7个多月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 令他要和被告人 朱广亮一起 去抢劫被害人靖小林呢 那你们这次抢劫这个黑车 为什么选择这个黑车 作为作案目标呢 当时我不太清楚 就是他找我到人家 他有事的话 就是这样的事情 然后当时这个 就是开黑车的这个人 我以前坐过他的车 是这样的事情 那针对这个黑车的目标 是谁提出来的 朱广亮 是朱广亮提出来的 那具体的这个 也就是本来的被害人 这个靖小林 这个目标是你提出来的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朱广亮称 抢劫杀害被害人靖小林 是郝玉非提出来的 那么被告人郝玉非 会认可吗 你和朱广亮当中 是谁提出来的 朱广亮 工作人员再问你一句 为什么这个 朱广亮提出来 抢劫黑车 你就同意了 没有同意 我是被迫的 那他怎么逼迫你了呢 每次的话 他就是用那个语言和那个 用那个语言就是 威胁我 他怎么威胁你 就是说我 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他弄走我和我的家人 就是这样 朱广亮这样讲过吗 对 就是因为他逼迫你 然后你就同意了 还有其他原因吗 不是说同意 而是说他一开始跟我说 就是抢这个黑车 没有过去 想去害他 只说抢劫 就是没说杀人了 对对对吧 对 但是抢劫你还是同意了 后来是不是 对 被告人郝玉非在法庭上称 是朱广亮逼迫他作案的 两名被告人的供述 完全不一样 那么究竟是谁 给被害人静晓琳 打的电话呢 是谁和静晓琳讲话的 我 因为你和他认识是吧 就是做过的车 然后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那你们后来在哪里 三个人见面的 两个人 三个人在那个鱼塘 那个医院的 鱼塘医院见面的 对 被告人朱广亮称 是郝玉非暗示他 将被害人杀害的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 被告人郝玉非 在法庭上又将 如何供述呢 那后来你开车子之后 对静晓琳 实施了哪些行为 你和朱广亮两个人 他两个人 就是在后边 就是抱着 然后我就 他的牌照没有 再下来以后 朱广亮就叫我开车 然后走了 走了以后 然后这个司机的话 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话 就是说 他家还有一个女儿 他就说 在车上讲 他家里还有女儿的 他说你不要伤害我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我说好 就是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牌照 没卸下来以后 就拿了一张纸 就去牌照堵到了 堵了以后 然后就这样说 那个静晓琳 谁让他家有女儿 我说放心吧 不会去伤害你了 我们只要车 不会伤害你人的 这谁讲的话 我 你看到朱广亮 对静晓琳 做了哪些行为 看到了吗 他就是在抱着他嘛 就是在那个 就是后排座 那个副驾驶 那个门的后边 有没有看到弄胶带 封住他的嘴 用绳子 勒住他的脖子 胶带封住嘴了 胶带封住嘴了 有没有看到 他用绳子 勒住脖子 没有 你有没有回头看 当时我看了 看了以后 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看那个反光镜 看了 看到什么情况 看当时 他两个人就在抱 抱了以后 然后那个胶带 我问你的话 有没有用绳子 勒住他的脖子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对 法庭上 被告人郝玉菲称 他并没有想杀害被害人 静晓琳的死 是朱广亮一手造成的 他并不知情 我问你 郝玉菲 问你几个问题 被告人郝玉菲称 朱广亮曾威胁 要对他家人下手 他才被迫作案 我问你有几个小孩 我 对 你 然后两个儿子 两个小孩是吧 我老婆带一个 一个女儿 同时三个儿子 就说你老婆 还有一个 就是不是你的 对 你知道朱广亮有前科吗 不知道 你跟朱广亮 平常的关系怎么样 你平常怕不怕他 怕的 怕的 对 被告人郝玉菲 在法庭上的供述 与朱广亮的供述 有很大的差别 究竟谁说的是事实呢 接下来 法庭让两名被告人 进行当庭制证 那么同时站在法庭上的 两名被告人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现在开始法庭对质 首先要公诉人发言 究竟朱广亮 有没有胁迫 郝玉菲作案 为此 公诉人进行了询问 针对这个起诉书指控你的四起犯罪事实当中 你有没有威胁过郝玉菲 没有 这四比事实当中一次都没有威胁过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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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起这个抢劫故意杀人这一起犯罪事实 是谁提议的 郝玉菲 郝玉菲提议的 抢劫杀人这一起 对 抢劫杀人这一起 对 这个被告人郝玉菲 刚才被告人朱广亮的回答 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这一次 针对这个 针对这四起犯罪事实 朱广亮有没有威胁过你 有 有 他怎么威胁的 就是 他们先做了这个第一起这个抢桌 就是说 他说你要不做的话 对吧 他说肯定会找人弄你 我也肯定会管你 在被告人朱广亮对被害人行凶时 被告人郝玉菲到底知不知道呢 朱广亮 你在用绳子勒这个金晓琳的时候 郝玉菲在干嘛 郝玉菲在抢劫杀人上 刚撬推台 刚上来 后边有吹的过来 从吹的下面上 上这个 坐在后排之后 看这个金女士还坐在我边口 他就说 把他坐来 坐来就是他 就是之前 将好的 就要把他杀的 这就是 当时说这个话 我还没有住 没有动手这个事情 但是把他人类 累了 他已经住在我边上 住在这个后架时 就你累的时候 他就是看着你吗 对 有没有别的动作 嗯 就是 刚到他人身体上无边上 创造的时候 金晓琳上无边上 导人还来的时候 他把他的 屁股 对 大腿 按了 那个时候你是在用绳子 累吗 对 郝玉飞 朱广亮说的对不对 对 一片会 被告人朱广亮和郝玉飞 两人在法庭上的说法 可谓是大相径庭 朱广亮说 是郝玉飞怂恿 并指使他杀害被害人 金晓琳的 郝玉飞却说 是朱广亮 胁迫他作案的 并且朱广亮杀害被害人 他并不知情 那么事实 究竟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的 举证致证 会为我们还原 怎样的事实真相 举证致证 两名被告人 除了被指控 抢劫杀害被害人 金晓琳外 还被指控 涉嫌两起抢夺案件 一起抢劫制人 轻伤案 法庭也一并 进行了审理 现在法庭就要结束 由公诉论下法庭取证 现在对第一起 抢劫故意杀人案 由公诉论下法庭取证 究竟谁是抢劫杀害被害人 金晓琳的主谋 为此公诉人 首先宣读了被告人 郝玉飞 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至公递后 这个静晓琳勒死了 后来二人作案后 二人将尸体抛制 新北区春江镇 魏村段 长江边 芦苇滩内 被告人郝玉飞 并对他为何参与 这个场 为何作案 做了供诉 他说 因为他老婆怀孕了 手头没钱 才想到这件事情的 被告人郝玉飞 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诉 都是这样讲的 郝玉飞的供诉 暂时宣读到此 被告人郝玉飞 在公安机关的供诉中 承认 其看到了朱广亮 杀害被害人的事实 这与其在刚才的 法庭供诉不一致 那么被告人朱广亮 在公安机关的供诉 又是怎样的呢 他供诉 2013年1月5日下午 他和郝玉飞 按照实行约定 准备好螺丝刀 手套等作案工具 谎称去镇江大港接人 由郝玉飞打电话 约被害人靖小林 至维堂医院 二人乘坐到镇江大港之后 郝玉飞下车 购买绳子交代等物 然后就是让靖小林 继续驾车前往工地 移工地 到工地后 郝玉飞见四下无人 就事与朱广亮动手 公安机关所说的 供诉有什么要说的吧 对不对 没有没有说的 这个是 是是吧 嗯 郝玉飞呢 对刚才朱广亮的 供诉有什么要说的吧 有 是吧 我根本没有让他 就这样有 对 对 而后 公诉人出示了一组 监控视频照片 监控录像记录下来 靖小林遇害那天晚上 车辆的行驶情况 证实这个郝玉飞 这个穿着情况啊 都是 这个监控拍得很清楚的 驾驶人是谁啊 穿着的衣着是什么样子啊 我希望是个看一下 就是说 当时 色蓝车辆 经过高清卡口啊 就是你们去的时候 车上有几个人 是由被害人所开 你们回来的时候 是由郝玉飞你所开的 对吧 可以看一下 看看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去的时候 都是一个女的开的 对 出光亮呢 吃 吃的吧 吃 卢伟大理惊献女士 为了钱财 他们竟然残忍杀害女司机 法庭上两名被告人相互推诿 他们究竟应该受到 怎样的惩罚 评审现场正在播出 女司机之死 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 我先用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认为 尽管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 两名被告人相互推诿 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 清楚地证实了两人 抢劫杀害被害人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采用暴力手段 抢劫他人财物 为灭口而又故意杀人 结合本案两被告人的犯罪情结 特别严重 主观恶性程度极深 后果特别严重 手段特别残忍 社会危害性极大 建议对被告人朱广亮郝玉飞判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 公诉人认为 两名被告人最大恶极 均应判处死刑 对此 被告人朱广亮又会如何为自己辩护呢 现在有被告人自行辩护 首先有这个被告人朱广亮 朱广亮 刚才有什么辩护意见 我换言就是 我答案都是事实 我没有什么去 狡辩和抵赖 被告人朱广亮 原本就是刑满释放人员 却不思悔改 四年后又连续作案 最后更是残忍杀害了靖小林 对此 朱广亮的辩护人 又将如何为其辩护呢 第一 被告人在归案后 有明显的毁罪表现 如实向公安机关 供出了全部犯罪事实 第二 被告人学历不高 法治观念淡薄 自知能力较差 等各种与因素的影响 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且被告人家中 有清楚需要照顾 家境困难 急需劳动力来维持这个家庭的开支 希望法庭可以从轻处罚 对于被告人朱广亮的辩护人提出的 从轻处罚的观点 公诉人会认可吗 被告人朱广亮 而且这个手段残忍 这个 后果严重 社会危害性大 另外一点提到这个朱广亮的家庭情况 这个朱广亮 他自己最清楚家庭情况是什么样子 不能因为家庭情况 而走上这个 这个犯罪的道路 而且朱广亮在每次作案之后 被告人郝玉飞因为妻子怀孕需要钱 于是铤而走险 虽然其没有直接杀害被害人 但公诉人仍建议判处其死刑 对此 郝玉飞的辩护人 又会进行怎样的辩护呢 被害人 金晓玲之死 完全是由于朱广亮临时起义 迫害所致 与郝玉飞无关 郝玉飞无意伤害任何人 更没有预见到 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 针对被告人郝玉飞辩护人的观点 公诉人同样不予认可 不但是朱广亮否认 他有威胁郝玉飞的这个情况 另外在这个公安机关 以及公诉人在审查 这个被告人郝玉飞的时候 郝玉飞从来没有提取过 他被威胁的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 胁迫的这一事实 无任何证据之称 大人不能认定为邪从犯 今天开庭到此 下次开庭时间另行公告 大人两倍高人退庭 现在休庭 2013年9月27日 距离上次开庭刚刚过了一个月 洪洪也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 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 和爸爸在一起的她 简直特别乖巧懂事 有时候想吧 有时候想 有时候不想 洪洪的父亲今年已经56岁了 女儿仅仅7岁 她却已经年老 靠打工挣钱的她 对于今后的生活十分悲观 而就在这一天 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被告人朱广亮和郝玉飞 做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被告人朱广亮 郝玉飞 采用暴力手段 抢夺他人财物 致一人死亡 一人轻伤 且所及财物价值数额巨大 构成抢劫罪 其共同犯罪 两名被告人均应判处死刑 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 对被告人郝玉飞 可不立即执行 法院最终判决 被告人朱广亮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郝玉飞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朱广亮 郝玉飞 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丧葬费 交通费 住宿费 共计人民币 两名被告人 一个被判处死刑 另一个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杀害靳晓玲的人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因为好意物劳 因为好赌物 更因为不愿意踏踏实实做人 朱广亮和郝玉飞选择了堕落 陷入犯罪的深渊 其结果只能是毁灭自己 在严惩凶手的同时 也要提醒大家 在日程生活当中 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感谢你收完今天的凭试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